日本移民火星的第一天就被蟑螂军队袭击 数以万计的怪物向海啸般涌来 人们只得想尽千方百计逃回地球 公元2599年,地球资源日益枯竭 而人口不断繁衍膨胀 日本不得不启动火星移民计划 为应对火星恶劣生存条件 科学家往期投放苔藓植被和蟑螂调节气候 谁知500年后,虽然火星被改造成宜居星球 但蟑螂也顽强存活下来 经过宇宙辐射线和零下80度气温的摧残磨炼 蟑螂基因突变,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政府只得先派出探险队解决蟑螂泛滥危机 飞船登陆火星 舰长第一时间发射火星红弹 确保方圆百米的蟑螂被消灭后 队员依序出仓,分头搜寻蟑螂遗骸 小强没找到,倒是意外发现了三个肌肉发达的猛男 他们扛着大铁锤,正在窃窃私语 此情此景,吓得两个队员连忙躲藏 与此同时,另外的队友也见到了一类生物 蟑螂人肌肉健壮,紧紧盯着人类 一步步走来,乙腾无处可逃,只得笑脸相迎 蟑螂人面无表情,拧断队友脖子 乙腾因为有礼貌逃过一劫 他带着厌弃的队友赶回飞船 其余队友也陆续归队 看着大家满肚子疑问 舰长缓缓道出实情 原来,政府早已得知蟑螂变异 早在出发前,就秘密给所有人做了昆虫基因移植手术 每个人身体都被编入昆虫DNA基因 可以根据自身特性完成肉体变异 拥有特殊超能力,对付火星异种 简称乙虫治虫 只要注射一只昆虫细胞活性剂 就能一秒钟变身 正说着,外边黄沙滚滚 一个蟑螂人突然出现 缓缓逼近飞船 武士自信出门对战 一针注射下去 顿时便以为放屁虫 他的超能力是自带火焰发射器 可惜缺点是后劲不足 刚停下攻击 就被缓过来的蟑螂人一击毙命 飞船也遭到入侵 蟑螂人趴上窗口 使出铁头弓狠砸玻璃 眼见蟑螂人轻而易举收割一波人头 舰掌气得怒不可遏 随即打针 变身为力气惊人的子弹椅 一招把蟑螂人消灭 可大家还没来得及高兴 密密麻麻的蟑螂大军就从四面八方涌来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飞船出现故障 所有系统全线崩溃 就在大家急得团团转的时候 舰长指出可以前往飞船一号求生 那是十年前发射的飞船 是他们重回地球最后的希望 蟑螂人纷纷攀上飞船 情况危在旦夕 舰长和一个男生留下断后 其他人则乘坐救生舱逃生 为了远离蜂拥而至的怪物 队友紧急变身 他立在舱外口吐火焰 产生的巨大冲力 能瞬间推进逃生舱速度 时速高达每秒945公里 就在大家即将抵达时 前面又涌来海啸般 一波接一波高的蟑螂军团 喷火男很快累得筋疲力竭 两个女生连忙化身女战士前去帮忙 但效果甚微 在蟑螂军团强悍有力的冲击下 逃生舱失控翻车 舱内几人受到重创 陷入昏迷状态 机器自动进入驾驶模式 抛下摔落在外的队友 近自往目的地奔去 蟑螂人扛着大锤气势汹汹逼近 受伤倒地的三人挣扎起身 然而还不带他们发动攻击 就被巨怪无情虐杀 而留守飞船断货的舰长逐渐体力不支 蜀之不尽的蟑螂人从破碎玻璃口涌来 另一个猪队友变身后不但不帮忙 还临阵脱逃 他迅速逃回驾驶舱 操作界面 关闭舱门 紧急排光飞船内所有氧气 看来是想同归于尽 果然 蟑螂人很快呼吸困难 晕倒在地 连带他和舰长也昏迷不醒 另一边 苏醒的以腾和队友刚找到飞船一号 又遭到蟑螂人袭击 外面传来枪击声 两个队友死于非命 而对面竟然站着一群持枪大汉 原来蟑螂人不仅会开枪 还会打电话 跟令人细思极恐的是 电话另一端 赫然是博士 此次计划的组织者 原来他的目的并不是消灭蟑螂 而是想从火星带回蟑螂巨卵 训练一支自己的蟑螂军团 妄图称霸地球 探险队有三人是他安排的卧底 一个变异女拥有火星上最强的超能力 她表面上假装牺牲 实则是潜藏蟑螂人队伍 利用特殊毒针刺穿蟑螂头皮神经 使之成为她的傀儡 再桀骜不驯的怪物 在她手里也会变成温顺的奴隶 另外两个卧底则是舰长和临阵脱逃的男生 可舰长一而再再而三 帮助已腾起人 变异女察觉到她有叛变之心 便无情强击舰长 随后唤醒另一个人 两人打算带着到手的巨卵 立刻返回地球 此时巨卵陡然孵化 一对双胞胎蟑螂人破壳而出 变异女故技重施 使出毒针 对准她们大脑扎去 谁知这对新生儿对这一套完全不感冒 不仅没有被操控 还一手捅穿变异女胸口 解决完无名小卒 两兄弟立即朝蟑螂军团发出求救信号 下时间 听到信号的蟑螂人再次进化 便一出翅膀朝飞船奔去 数以万计的怪物依附在飞船上搞破坏 飞船很快受损坠毁 这是队伍仅剩乙腾三人 面对黑压压的蟑螂人 他们毫无办法 只能纷纷变身应敌 一时间两方展开激烈交战 剧毒狂风 沙漠飞黄和剧前螳螂联手杀敌 收割无数蟑螂 但再度变异的蟑螂人行动越来越敏捷 三人显然不是对手 螳螂女不幸丧命 沙漠飞黄则不顾乙腾劝阻 疯狂加大药剂 强化体能 才勉强在战场上立住脚 尽管加大药剂带来的弊端是永远无法变回人形 但他铁了心要杀出一条深路 助乙腾返回地球 将真相告知于众 他变异出翅膀 陆地战转变为空中战 可惜以伊迪万的结局注定悲剧 他很快体力不支晕倒在地 就在两人孤立无援之际 早前牺牲的队友竟化身蝴蝶出现 他挥舞雨白双翅 朝蟑螂军团撒下无数粉末 所有人被这梦幻般的场景迷花了眼 突然 一个蟑螂人举枪袭击 随着枪声响起 蟑螂军团原地爆炸 一瞬间死伤无数 唯独以腾幸运躲过一劫 他心怀悲痛 赶往逃生仓 意外撞见叛逃难 两人化干戈为玉伯 将博士的计划发送给各国组织 阴谋败露 博士只得逃命 但赶回地球的乙腾 绝不会放过他